从传奇的山道开上宽敞的国道 还得四五个小时车程 才能从台湾头去到台湾尾 当年那只小猕猴为了这一段旅程 得在新北市的动物保育机构里接受治疗 然后到中途之家调养身体 确定经得起长途奔波了 再往屏东送 像台湾猕猴这类野生动物 生命周期长 活动力强 需要有专业人士和适当的环境 才能获得良好的照顾 小猕猴千里迢迢赶赴的 那是世界级的动物收容中心 许多不幸的动物都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 看到了 终于看到了期待已久的景观 终于看到从平原 看到远方的北大武山 爬入天际非常壮阔的感觉 那从这个地方看到整个大武地雷 真的是拔地而起来 左边就是北大武山 台湾祖鲁凯族 那也可以说是整个高高平地区的圣山 北大武山 那在右边就是南大武山 层层叠叠的水蓝色山脉 那到最远的就是中央山脉 整个大武地雷 从这方向看非常的清楚 那这个地方就是屏东科技大学 那从大门口走学府路进来 感觉不是到了一个学校 好像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自然公园 因为太大了 除了看到很多的树木森林之外 那走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牧场一样的大草原 所以来到屏东科技大学这边 感觉什么都大 在这边念书的学生是真的蛮不错的 屏科大历史也非常悠久了 将近快一百年了 它是从农业起家的 最早都是农业的学校 那一直变得 到现在是各种科系都有 戏所非常的多 新兴学子可以选择屏东科技大学 这边的环境真的是蛮不错 主要是它的校园太大的 而且在屏东科技大学这边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单位 野生动物的收容中心 在整个台湾 甚至亚洲世界来讲 规模都是非常大 而且是非常有名的 来到屏科大 先去看一下非常古特的 野生动物收容中心 老师早 嘿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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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屏科大真的好大 光进到校园里面 摸不清楚方向 好不容易找到收容中心这边 你没有听过江湖上有说 天大地大屏科大吗 真的 有这句话 而且我觉得贫科大很特别 就是到哪里都可以看到 这座非常雄伟的高山 北大屋 我们的靠山 贫科大的马古就是大屋山 北大屋跟南大屋 全部都是我们学校的靠山 所以这边环境真的是非常棒 整个贫科大是非常大 那像整个收容中心的话 感觉也是很大 这样一看过去 也是没有什么边界的感觉 那是因为我们种树种的还不错 然后再加上学校本来就有 校园里面还有一些 当时在开发的时候 就特别保留了一些森林地 没有去做开发 芥景嘛 我们有点中国庭园造景的那种味道 芥景 所以让大家觉得 好像是没有边界的感觉 我们收容中心确实面积并不小 在台湾算是最大的了 那有两公顷到三公顷的面积 当时也是我们的校长 就非常的这个大方 就是说好我们国家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来协助 执法单位跟县市政府来收容这些非法的野生动物 那我们就提供一块地 所以这块地方是我们学校的最西北角 就一早来看到米 再来吃早餐 差不多这个时候就是他们早餐时间 然后再来就是傍晚 那还有不同的物种 健康状况 年龄 有的一天可以喂到好几次 这一区是老弱的 老弱的 老弱的 看起来比较老 对 看起来很老哦 这边有的超过四十岁哦 四十岁的猴子哦 对对对对 你如果看到那个脸部好像老人家一样 有很多的瘦斑 然后萎缩了 好像有那种骨质疏松的感觉 那些都已经超过三十岁以上了 所以算年纪非常大的猴子了 很老了 以猴子来说自然界的寿命大概就是二十到二十五岁 那人为照顾如果好好照养它的话 是可以一辈 所以四十岁到将近四十五岁 目前这个收容中心 收容的不只是国内的一些动物 所以包含是国外的都有 是 其实我们最早成立的时候 是为了协助外来物种 主要是针对外来 主要是针对外来 非法走私到台湾来的 进入台湾宠物市场的 这些其他国家的濒临绝种的动物 我们最早收容的就是红毛猩猩 红毛猩猩跟长臂猿 后来呢因为我们的规模比较完整了 所以我们就能够照顾到 台湾自己本土非法持有的野生动物 像收容中心现在面积这么大 目前大概有多少 应该说客人或说住在这里 我们的房客 我们的房客在八百到一千中间 过去的十年来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们成立二十多年了 那在这个二十多年来当中 我们大概协助收容了 两三千只以上的动物个体 那现在常住在我们中心的 大概是八百到一千 数量也是蛮大的 未来终老在这边 还是说有机会 你也放到野外去 我们的第一优先考虑这个物种的保育 能够有好的贡献 因为我们我们把他拯救下来了 那当然不希望他持续的在人为环境之下 过完他的一生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他能够对他的五种的保存 跟保育要有所贡献 尤其是绝大多数是病例血种的 但是很不幸的是很多绝大多数的野生动物 当他离开他的原生地以后 要再回到他的价值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做的最多野放是在台湾本地救援的个体 在我们的照样状况之下 他很可能是受伤或者是遭到受夹的捕捉 或者是飞行过程当中遭到这个撞到玻璃 撞到电线 那这样子的伤势不重的个体 那我们是比较容易在很快的一两个礼拜内 帮助他恢复 然后让他也回到自然界去 那飘洋过海的非常非常的困难 我们曾经尝试过 飘洋过海的个体带回他的原产国 然后企图希望他回到野外去 红毛猩猩就曾经做过 但是成功 可是没有办法都这样子做 因为他的原产国也有他的条件的限制 所以并不简单 那所以退而求其次 就是我们希望 尤其是病定觉种动物 我们希望他能够对他的物种保育有帮助的 那我们会积极地去寻求在国际上 对于针对这个物种 如果已经有某一个机构 或者是某一个机关 他正在积极地富裕他 绝大多数都不是在他的原产国 很可能都是在欧美 或者是东亚 所以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病定觉种动物的富裕计划存在 而他是大家所推荐的 我们也都积极地让我们的个体能够去参与他们的计划 一方面增加他计划可以涵盖的个体树 遗传多样性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他在这样子的一个有计划 有规划的保育计划之下 他们的未来比一个收容中心 单打独斗 有更多的可行性的 所以这边国内外的野生动物都有 就像一个动物的联合国一样 差不多了 我们其实很像一个小动物园 我们有一百多种动物 有将近一千只的个体 那我们除了没有非洲大草原里面的羚羊 跟这个大象犀牛之外 绝大多数的 我们其实确实就像一个小动物园 像这个地方已经看到很多工作人员 一早就在忙碌 对 这是我们中央厨房 所有的工作人员 每天早上跟下午都有两次的时间 可以聚在一起 互相分享今天的资讯跟昨天的资讯 每一个个体的个性都不一样 对于环境的变迁反应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照养的原因要非常注意 每一个个体每天的状况 所以这些资讯大家会分享 那在中央厨房 大家一起在切菜的时候 分菜的时候 大家就一起坐在那边聊天 这个资讯其实很重要 因为我们照顾的逻辑是 每一个个体都需要根据他的 个人的条件去做照样 所以我们不把任何一个个体 当作一个平均值来看待 所以在我们这边 我们也很少提出我们有一百多种 我们总是说我们大概有 八九百个个体在我们这边 但是每个个体条件状况都会不一样 所以你要喂药的时候 假你可以很轻松地喂他的药 你可能就要花半个小时的时间 他才会愿意把你给他的药吃下去 所以这工作也是非常忙碌 也是非常辛苦 因为光这个动物的数量 就八百到一千只 那不是只有说把他喂饱 还要考虑他的个性 脾气或是他的一个生理状况 都要考虑到 没错 所以就利用这个早餐或晚餐 汇报大家要交换交流的意思 对有的动物 譬如说像长臂猿 你即使给他吃苹果 有的喜欢青苹果 有的喜欢红苹果 有的今天喜欢青苹果 明天喜欢红苹果 所以如果你不注意的话 你不注意的话 他很可能就会饿肚子了 或者是你很不小心 他很可能就会忽略了 这工作是蛮复杂的 要很精致 老师这边还有一个拱桥 对 这个其实是动物的空中走道 这是让动物走的 让动物走的 那我们的龙舍呢 虽然看起来很频繁 就是一字排开 但是我们发现能够让动物 不同间隔时间 随意的能够让他去其他的龙舍 增加他的探索行为 尤其是跟他隔壁邻居 换房间的时候 或者是跟他对面 他平常都看得到他 所以他会对他在做什么事情 很好奇 所以当他有一天呢 有机会去到他的房间去的时候 他会赶快去了解一下说 哇 那个家伙 最近一两天都埋头在某一个角落 到底是在干什么 那这种好奇心跟探索 那其实会大大的降低刻板行为 那其实探索行为 在自然界是非常自然的 因为所有的野生动物在自然界 他都是不停地探索 去侦测到危险 或者是发现到食物 或者是找到他安全的躲藏环境 所以不停地探索 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为 对 刻板鞋好像在一般人为饲养的环境 就看到动物会走来走去 或是摇头放走 那就是有时候关太久 它产生的一种无意识的状态 或者是一种自我刺激行为 它理论上应该是有一些 它的生理需求没有被满足 譬如说我们常常看到的都是像老虎 狼 熊这种大型动物 它在自然界里面 动辄数十平方公里 数百平方公里的移动 可是当它在小小的农舍里面的时候 这种移动的需求都没有了 很多个体就发展出固定的刻板行为 摄农中心这些农舍面积不能说很大 可是还是尽量去考虑到说 它的一些正常在野外的一些生理的行为 来设计来布置这个龙色 对 那传统上说这叫做环境丰富化了 但是有点简化了 很多人都觉得环境丰富化就是让它环境里面有很多东西 其实不是的 而是让它环境里面有对的东西 把它自然界里的行为发挥出来 让它能够有机会去做它最会做的事情 你有很多的观察 自然就会提供它很喜欢或很需要 或者是能够让它发挥它所长的东西 那这样子的圈养生活 就会大大的降低我们会看到的刻板行为 那现在都会走这个空中走到的 都是哪些动物 我们有马来熊跟台湾熊 台湾黑熊 还有中熊应该不会走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总共有三种熊 马来熊 中熊跟台湾黑熊 熊还有在空中走到可以走 刻板行为过去常在动物园的动物身上发现 人们越来越重视动物福利之后 现代的动物园动物已经比较少出现刻板行为 显然比过去幸福得多 裴佳琪老师解释 空间不足固然是刻板行为的成因 但透过细心观察 不断修正照样方式 仍然可以降低刻板行为 民国78年野生动物保育法公告实施 主管机关为了救护和收容保育类野生动物 委托台北市立动物园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等八个机构 成立动物收容中心 屏东科技大学保育类野生动物收容中心 是规模最大 投入资源也最多的一个 但是二十多年来 收容的动物高龄化 需要的医疗照顾更多 举例来说 近几年园内高龄动物陆续离癌过世 它们的安宁照顾花费不少 又不能不做 让收容中心增加不少负担 说起来这些动物的处境 都是人类不当行为造成 为了弥补对它们的亏欠 大家出钱出力 照顾这些动物也是应该的 麦科把握机会 也将以实际行动 表达对野生动物的歉意